Coffee Shop 辛苦大家了,這幾天 這裡找到咖啡店的東西 大家來到沖繩都沒有那麼多玩 不如今天大家在我的自由活動 自己上去的地方,好嗎 好… 你們有甚麼地方想去嗎 之前我們第一天去的那間雜貨咖啡 我非常喜歡 聽說南部有一間超人氣雜貨咖啡 不如我們去看看吧 好,我也想去看看咖啡店的餐廳用品店 看看雜物也好 而且這裡我想去很久 如果去完咖啡店有時間 我想去就去這裡 我們哪有時間去這麼多地方 你們少拍幾張照片 走快一點就能走到這麼多間 好,趁回香港之前 大家就…放假 這間是我之前說過的雜貨咖啡店 它在沖繩挺有名的 老闆娘本身也有設計不同的商品 所以有些文具在這裡才可以買的 而且這裡樓底夠高,採光也好 是我最喜歡的裝修風格 我記得這裡陸童也說過想來的 我們跟著走就行了 因為這裡是住宅區 所以附近會有很多小朋友 又或者是老人家 所以這間雜貨店 就可以滿足到不同年齡層的人的需要 就會有餐具 有文具 有明信片 還有有咖啡 這裡就是說有BB東西 其實這個品牌我自己已經有留意了 我之前買給朋友做禮物 就是在日本代購了這些 很好用的嬰兒用品 哇,這裡有很多不同款式的明信片 我很想買一些回去給我的朋友 你們知道日本人有一個習慣 就是他們很流行用手帳 來記錄平日的支出收入 我覺得好像挺適合我們三個 你們可以買來記錄下你們每天的消費 我們這麼快要記錄下才可以儲錢 有儀式感 還有好像寫日記一樣 你的手寫會記清楚一點 但這些全部都不是重點 去那裡 對呀 這邊就是茶、咖啡 還有那邊就是餅乾的 特別的地方就是在咖啡店 吃到、喝到的 你們就可以吃完之後在這裡買回去 這裡的居民會買家庭裝 包裝沒那麼漂亮 一包裡面就已經有了所有的咖啡 另外也有出一些獨立包裝 是比較漂亮的 給你帶回去送禮 又或者是像我們一樣 旅客做手順都可以 不如我們選一些餅乾一起吃 好啊 有很多味 這間咖啡店很友善 跟我們之前那些完全一樣 嘗試一口 好喝 胡包會很喜歡 其實這間咖啡店的風格 我覺得是挺適合我的 因為外面的雜貨 是我從小到大 都很想將自己家裡裝修成這樣 所以如果我的咖啡店 是這個風格的話 我都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香淺咖啡 這間咖啡店有提供日本不同地方的特色咖啡 而我們在喝的咖啡 是來自於香川一間很出名的 自家烘焙咖啡豆的店舖 因為咖啡店是每年收穫量和味道 會有所變化 所以店舖在製作之前 會根據每年咖啡豆的狀況 去改變混合比例 那樣做是為了保持每一杯的咖啡味道 都是一樣 所以這麼高級的咖啡豆 是很受喜歡喝咖啡的人歡迎 其實我們現在走過這麼多間咖啡店 基本上都有一個初型 我一直都覺得 這個咖啡是一種很深的學物 我還未很熟悉咖啡 所以我想你可以兼顧這個私營的職位 我也想做 你們知道做事應不是那麼簡單嗎 要怎樣推銷產品給客人 也是一個學問 別以為做事應就甚麼都不用做 所以這兩個重任就是交給我們做 阿John和阿倫負責責 還是沖咖啡就可以了 沖咖啡太多東西寄了 我的腦記不到那麼多東西 我也是 但怎樣說服樂童也是一個問題 對呀, 對呀, 今天下午自由活動 你有甚麼計劃 我想在這間咖啡店多逛一會兒 有很多問貨我也很想買 我們去哪裡? 他們有沒有發現我們過來了? 當然沒有, 幸好湖巴說想逛一會兒 我立刻叫他慢慢逛 為甚麼沒有他睡 因為我們要去做些18歲才能做的事 18歲? 原來是帶我們來酒吧 你以為我帶你去哪裡? 真的嗎? 我沒有想過一條地道的家 竟然有一間這麼有格調的酒吧 我們來了這麼多天日本 一杯酒也沒下肚 趁今天不用去咖啡店 當然要找一間酒吧喝酒 這間酒吧還會用泡盛和咖啡 來做咖啡 這間酒吧有很多特色的咖啡咖啡 來到沖繩不是不像現在很流行的 泡盛咖啡吧 它的酒精濃度比較高 大約就是30% 喝起來有一點酸味的白梅香 而這個酸味和哥倫比亞的咖啡豆 也挺合格的 我先嘗嘗 這邊比較甜 還有一股水果味 厲害 哥倫比亞的豆會有白香果的清香 原來是白香果 我這杯就是煙燻黑波 它是用了煙燻的泡盛來做基礎 還要加入老闆自製的愛爾蘭威士忌澱 還有虎眉咖啡和梳打 它有很重的煙燻的味道 而且它有威士忌的那股小麥香味 很好喝 你們這兩杯都很特別 不過我覺得我這杯更特別 你一看到它是打卡必備 它其實是一杯無酒精的咖啡蘇打 而且它是用了 埃塞俄比亞的咖啡豆製 但它的泡要怎樣吃 打卡就應該沒有時間 讓我嘗嘗 很香,很甜 它完全不像咖啡 因為咖啡味真的很淡 但它有一股桂花和荔枝味 是很清新的味道 想不到在傳統市場也會有金巴 想想想,不如我們這間咖啡 別開大街了 開在傳統市場也挺有堅密 對…而且租金也應該沒那麼高 想想想,把咖啡咖啡 放進我們的菜單裡 晚上有開心時間 應該也會很受歡迎 阿倫果然找到一個好地方 乾杯… 我今早不是說過有個地方很想去的 其實就是一間海邊的咖啡 來了沖繩這麼多天 我們都沒玩過水 怎麼可以的 趁還有點時間 我想去一間咖啡做研究 因為剛剛樂同說 我和胡巴對咖啡的認識不夠 那就要去這間專業的咖啡了 這間店的老闆是全沖繩第一個 拿到精品咖啡認證資格的咖啡師 你們應該代到錢落袋的 那去玩之前,不如我們先去偷吃吧 我和胡巴選擇的 是否介紹沖繩年你試咖啡店的咖啡豆 我知道沖繩當地的咖啡豆產量特別少 老闆推介我喝這個熱的蝦咖啡 跟這個咖啡豆特別共同 一直以來,日本都是用盡口的咖啡豆 大約在100年前,沖繩開始種咖啡豆 但是因為天氣不穩定 很難維持穩定的生產 所以沖繩的咖啡豆就更加珍貴了 你們剛才幫我看見是否哥倫比亞和巴西的咖啡豆 嗯 因為我上網做個研究,這隻豆是老闆自己炒的 而且我剛才看到老闆洗的時候用的 不是一般的類似,而是發難用的類似 它這個布的纖維就不像一般的類似 會阻加咖啡豆的類似 所以用下去就可以感受到更多咖啡的甜度 和順滑的口感 而且我知道這種沖繩是適合芯沖的豆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因為芯沖的風味和油脂比較飽黃 這樣沖更加保留到它的香味 剛才我的浸場已經很香 我知道外面很多人都很喜歡在這裡點咖啡 因為這裡不單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咖啡豆 還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杯 這瓶不錯 既然你覺得這個想法不錯 如果要看的話,就負責沖咖啡 和介紹咖啡 這些就留在下午一點才談 我們快點喝一杯咖啡 就去海邊玩吧 好… 海邊做吧 好 開電視,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